之前我有说到菩萨的问题 这边我想就把它综合起来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也是上次菩萨悟过的 那私下有菩萨问 就是现行后会训下善恶种子 那为何第八世是无忌 那善恶种子去哪里了 然后种子是决定性 为何第八世是无忌 那种子有善恶 一手为何无善恶 这个问题 你们脑袋里 有没有答案 他们有没有答案 这个是一个叫做陷阱题 是一个陷阱题 几乎是把第八世所有东西全部混在一起 把整个八世都 第八世应该是第八世的 中子跟陷阱是混在一起 其实这里我们要分开来看 第一个先说明阿赖也是 我们所谓的阿赖也是记得吗 我们只要讲只要是氏 就是什么染污的渣染的 因为他就是种种 我们的渣染种子陷起的种种的烦恼 所以他是染污的 但是从本世 本世第八阿赖也是 第八世现行氏来看 他相应的新所 第八世现行氏相应的新所 有几个 有五片行对不对 而且只有五片行 只有一片行 那他没有任何的烦恼新所 没有任何的烦恼新所 所以我们说他是无负无忌性 无负无忌性 那这些烦恼的种子 现在讲种子前面讲是 他现行呢 因为跟他相应只有五片行 所以呢 他没有跟烦恼新所相应 没有他相应的这些烦恼新所 所以是无负无忌性 无忌性 然后这些种子呢 他还有种子吗 对不对 这些种子 只要贪等这些烦恼的种子 我们所谓恶的种子 他是一个种子的状态 因为还没有起作用 所以说他是无忌 是无忌 就像说 我们的 电脑里面 我们的记忆体里面 或是你的随身碟 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对不对 有各种不同类型的 很难说有什么 好的坏的 很难讲 但是他里面存有这么多不同的记忆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你这个记忆体 你这一个随身碟 是散的还是恶的 不行 对不对 不行所以他就是无忌的 那但是呢 他升起现行你把他拿出来打开来看 他跟这些 相应的新所一起升起的时候 他就会有作用 他就会有作用 比如说第六世第七世 前五世等等 他有个别不同他相应的新所 那都有所谓善恶 那五片型当然是绝对有的 那不定啊等等 这些 51个新所 51个新所 这个时候就会有善恶 升起的时候会有善恶 这些 所谓的 烦恼的种子 他升起的时候我们说他有善恶 那种子有善恶为什么 一手 叫做无忌 延伸到下面这边来 这边就是要把 刚刚的东西再理清楚 就是种子 跟第八世 你不可以把它完全的混为一谈 还是要切成 那个线形 跟种子 要分开来 那第八世含藏的一切种子是所以 你也可以把他 我们刚刚讲电啦 你也可以把他当作是说 就是 水里面的 他有不同的鱼 不同种类的这些 水族的众生 那善恶呢 善恶 有善恶应没有错 他会生无忌果 我们叫他叫做义守事 就义类而守 义类而守 那应有善恶果为无忌 那这些 好我们这些善恶应种下去之后 人生的这个果 只有什么 苦果跟乐果 苦果跟乐果 那一般我们会把 人生苦果的称为善恶 苦果称为恶 能生善果的称为 能生乐果的称为善 所以我们把这苦乐果跟善恶 是混在一起的 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边 你就会把 这个什么种子有善恶一守 为什么是无忌 或者是有决定性啊 为什么第八世是无忌 这边你就会把他混在一起 那善恶种子去哪里了 他还是在那里 他有因缘他就陷起 在陷起之后呢 你所感得的就是苦乐的 苦乐的果报 苦乐受不会 苦乐受不会再隐身苦乐果 那能生苦乐果的 只有 烦恼这些心所 或者是什么烦恼 就是 烦恼的心所或者没有贪啊 没有贪啊等这些烦恼就是或者是善恶 那只要记得 苦乐 烦恼 苦受烦恼 他不会隐身 他不会再隐身苦受跟烦恼 能生 苦乐果的 就是我们这些所谓善恶的心所 所以这里呢 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把所谓的 线形 跟种子混在一起谈 混在一起谈 要把它切开来 这里呢就是把 这边 这个问题我收到的 还有 记得上次菩萨也有问过 就是 同样应该同样是这个问题 在这边跟大家 再说明一次 就是你再看 看 看 看我们的这些世的生起的时候 那你要记得 他只要还没生起 他就是什么 无忌 那他生起之后 才会有所谓的善恶 才会有所谓的善恶 那这些善恶就是我们从第八世 然后种子生起之后 然后就七转世 就把它转起来了 就把它转起来了 这个是 要先把它厘清的 要先厘清的 那 还有一个就是 推荐一些资料 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这个 维士典籍的数位资料库 这个是我们 文理学院 开发的 看可不可以点进来看 就我自己经常都是来 查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那我自己 就是最常用的就是 像现在 有开放的就是 陈维士论 维士20送 跟维士30送 那你点进去之后 就看你想要 去 查的是什么 那他有 那他有 有科判 然后分券的科判 结构的科判 然后后面还有30送 那还有就是 像 我经常引用的就是 等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引用这边很多的资料 包括我们看到课程当中有一些图表都是从 成维士论及其住宿 编撰里面出来的 那 里面呢 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字词的解释 还有 字词解释跟图表 比如说什么叫维士性 你点进去 然后他就告诉你 等于是字典都在里面 字典都在里面 然后呢 图表的部分 像这就是图表 他会有图表出现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 那其实平常我们会听很多 很多的 讲解啊等等的 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就是听了讲解 我还是会回来看原文 到底他的原本的意涵是什么 那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参考的一个 一个资料 非常可以参考的资料 我们 我记得他们是有 印那个纸本的 有印纸本的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学校申请 那其实电子就很好用了 电子就很好用 那当然里面还有其他比如说 维士20论送大家记得吗 还有30送 他们两个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对外 跟外道在论 论述的时候在用 那一个是 内部你必须把你的意理弄得很清楚的 我们要说这个 要 就是20送跟30送 那 辩宗辩论还有解释秘经 然后色大神论其实也是 你在日后可以再继续读的 可以再继续读的 那还有就是佛光 佛光也有 佛光的维士章 也是可以去参考 那如果是讲解的部分 其实师父的八四规矩送的书里面 师父有写他参考的哪一些书籍 比如说阳白 菩萨的或者是等等的 这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是跟大家 比较推荐的 没有太大问题的 你可以用的工具书 你可以用的工具书 我怕后面时间不知道会怎样 所以我想说这些问题都在这边先跟大家先讲 好 那这个是先跟大家讲的部分 然后接着 接着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 课程里面来 今天是要 是要从前面的源流 然后 顺转杂染的 5678之后 我们要 到另转清静 转世成字的为事无畏 那 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把几个重要的 先跟大家说明 先跟大家说明 那第第 我们的 第四个 转世成字为事无畏 你主要是讲那个修行的位阶 还有为事无畏的修正 还有巴士的逆转清静 希望大家今天的那个 听了不要睡着 就是 其实这一部分是我们 非常不熟悉的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怎么样 习惯在杂染当中了 所有的一切这些 虚妄 虚妄为事所限起的东西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那我们怎么样走向 走向 清静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好 何况是 清静的部分 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就比较骚扰一点 比较骚扰一点 那 这个是我们最初跟 最初开始讲的 就是巴士 从 前五世第六世第七世 那我们有讲到七转世 从第八世的 种子遇到因缘陷起之后 然后就开始 有前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 他们种种 与我们的新的 新 新世的结构 五六七八 然后 所相应的这些新所限起 所以我们才会说 八世他是怎么 只要是世都是杂然的 除非你转 转世为治 好 那才有可能清静 才有可能清静 在这些当中 我们必须很清楚的 我们所遇到的这一些虚妄分别 看到这些现象 都是阿赖爷缘起 依他起的 那依他起之后我们会怎么样 开始骗记者 去知取 我们所认知的 所认知的 你就去 去执着他 然后你就跟着流转 那如果你很清楚 看清楚 原来他都是依他起的 这都是虚妄分别 你就能够见空性 然后还灭 这是我也是三项里面 那其实我们整个一直 如果你想要转世清静 你 这边是我讲到 这边是我们所熟悉的 就是跟着去 流转的 去轮回的 那后面这个 你怎么样回到环面来 回到他的清静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在整个试的运作当中 只要是试生曲为什么说他是 他是染的 这个也是跟刚我们第1个 第1个 前面一开始跟大家那个Q&A的部分 你看他完全都是种子生线型起来的 都是种子生线型起来的 没有种子 那他没有办法 线型 那线型之后呢 他又有不同的新锁 的产生 不同的新锁的产生 那才会产生所谓的 我们的染污 等等的都是从试的运作开始 你只要一升起 他就开始动了 他是开始动 然后呢 他动了之后 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东西 我们叫他叫做 所知相 这个是 就是社大神论里面提到的 他介绍第8世 就是这样介绍 那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所学习的 其实 他必须有三个条件 我们刚讲阿赖耶识的种子 升起的 那就是第1个要有种子 第1个 你要有分别 分别是 你的见识 见识相识的升起 然后还有就是诸识的升起 识的升起 那 升起之后呢 我们的眼识会产生什么 我们讲到会产生见识跟相识 这是一个 虚妄分别 那有了之后有没有开始有 能 能跟所产生 能跟所产生 那这些产生之后我们就把他怎么样 开始执取 骗迹所执 依他其向 现在我们要学的是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放掉 我怎么样 到原成时来 其实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像我们禅宗在讲 你马上就能够怎么样 空 马上就空 当然你如果你 你身跟身后有可能 那我自己觉得 我可以这样慢慢的学 从威士里面去看清楚 这些 为什么我会在一塌起当中产生骗迹值 那我怎么样把骗迹值这个东西 我可以去把他放掉 我可以去把他放掉 其实他是需要过程的 他是需要过程的 好 那 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是要去了解 我竟然想要 想要 要清醒要放下这些骗迹所执 其实我们所执 就会给我们烦恼 那这些烦恼 会带给我们什么 就是去流转 那所谓的烦恼 在威士里面 威士里面他就分成了 两种 烦恼我们把它当作是我执 然后烦恼还有所知的法执 特账 这是威士学派里面讲的 那小圣罗翰就断烦恼 就是小圣的话 他就是断法执 断烦恼 我执的部分 大圣菩萨我们就学大圣 如果你只要学学这个小圣 小圣阿罗翰的话 就是 只要断我执就可以了 那你学大圣呢 我告诉你就是比较辛苦一点 你必须怎么样 要断我法执 那这两个又各有分别 跟那个什么巨神 有分别跟巨神 那 我们讲骗迹所执 把它归纳起来就是有这两个 我执跟法执 我执跟法执 那 我们所认识的归纳起来 第一个 我执他会怎么样 让我们产生烦恼障 然后会障碍我们什么 正德涅槃 然后呢 其实为什么 因为有我就会开始什么 有我就会有你 有他 就会有分别 有对立 有分别有对立 那有了分别对立呢 你就会 产生种种的烦恼 产生烦恼之后 如果 我们讲到 思吧 思心所对不对 思心所是有身口意 第1个是你 思的 意的烦恼 产生烦恼之后 你还会去造作 造作身口的 身口的烦恼 从烦恼然后到造作 那让你怎么样 没有办法正德所谓的 我们讲 灭盘 就是 会障碍我们 成就佛道 会障碍我们成就佛道 那 法治是什么 法治是 所知障 其实所知障 这很有意思 他是障碍我们的所知 比如说他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那因为我们觉得他是真实的 我们就不会去想要 去了解他到底真实的相貌是什么 这个 真实的相貌 其实 我们必须去了解 前面的叫做 所有依他起 所有看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什么 因缘合合的 因缘合合的 所以他只有什么 我们去直取他 产生的这些分别 我们去即使他只是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相似 就是我们的相似而已 那有了 这些法治的所知障 让我们没有办法 去了解 去看到真实的 这些 虚妄分别 错误的 就会障碍我们的 菩提 障碍我们的 菩提 其实菩提 刚应该讲说 这个 菩提是障碍我们成佛 那我执是障碍我们涅盘 障碍我们的涅盘 在生死 涅盘 生死涅盘 然后 这些里面呢 当我们 看到了我执跟法执之后 其实 我们要把他回到 为什么我们会去轮回 其实就是 我执跟法执造成了 他呢 造成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去小看他 这个 虽然只是所谓的 贪吃 烦恼 然后我的污名 等等 其实 他就会障碍我们解脱 然后 障碍我们 处理 障碍我们的处理 那 这些 我执跟法执呢 就把他分成了两个 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 分别的 我法执子 分别的 一个是什么 巨生的 那分别的是什么 我们后天所学习的 后天所学习的 那巨生是什么 就是过去生带来的 过去生带来的 我们后天学习了些什么 我们一出生 那个 我们看那个小朋友 小婴儿啊 小婴儿啊 一出生就会被 你要叫爸爸 叫妈妈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爸爸 这个是妈妈 然后呢 还会 还会比如说 拿照片让他认 这是谁呀 然后叫他的名字啊 等等 就是一出生我们就开始 在学习 然后也被教 那 之后呢 你就对这个东西 比如说 妈妈 爸爸 可是呢 妈妈跟爸爸 永远是妈妈跟爸爸吗 他在他的不同姻缘下 会呈现什么 可能是 我们的身份 可能是从儿女开始 然后变成父母 然后后面会变成什么 爷爷呀 奶奶呀 等等的 其实都是姻缘在变的 那后天被教的 其实都是 当时的姻缘 啊 所产生的现象 所产生的现象 那随着不断在变化 那 只要是会变的 他都不是真实的 他都不是真实 都是方便给的一个假名 还记得吗 假名 方便给的一个 那这些东西不断的在变 比如说 塑胶带好了 塑胶带 其实 在当时的发明啊 塑胶带是 根本就是 上天带来的礼物 大家都有红塑胶带嘛 然后现在呢塑胶带是什么 人类的大灾害啊 人类的大灾害啊 人类的大灾害 好像现在 不要说 这些水族的众生 身上有这些塑胶的微粒子 其实包括我们人都有啊 他就是 分布在空气里 分布在我们所引用的乃至于食物里面 变成人类的大灾害 所以他也是根据不同的因缘 你对他 他会有不同的定义 不同的定义 这个就是 分别 分别 我执跟法执 如果是我执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名字 你就觉得这个是我 东西给你这个是我的 这是分别 分别的我执跟法执 对于 你所认知的一切法 乃是对你自己 你产生了执取 那这个就是分别的我法执 分别的我法执 那 真正的 能够 让我们 尚爱我们 困扰我们的其实是巨生 其实分别还容易就是你后天被教的 当你知道他 不是 我知道他是因缘所起 那他是 就是虚妄分别 我比较容易 就是说 我看清楚 但是巨生就比较不容易了 巨生呢 巨生的我法二子 其实是 在我们的八世里面前面分别是什么 第六世 对不对 那巨生的话 他就包含了两个第六世跟第七世 第六世跟第七世 分别的我法二子就是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 我们在 讲 八世 八世的时候 讲那个阿赖耶士的时候 第八世阿赖耶士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说 他是什么 职肠 对不对 他是职肠 那职肠就是我们说 第八世他能够设长住种子 把种子呢 能够 把他给 设长起来 保护好 然后让他在什么 因缘成熟的时候 他能够怎么样 种子生现形 然后现形他会在什么 薰下种子 那继续的保持这个 种子的能力不失 在等待下次的因缘 再现起 所以 第八世 他生起的时候 同样是什么 只要是生起我们都会 说他有 虚妄分别的见识跟相识 见识跟相识 那这个见识呢 就是我们 讲到了 设长的能力 设长的能力 然后 设长住的就是种子生现形 现形熏种子的这个过程 那现形是什么 还记得吗 现形就是我们的更生器件 就是我们这个相识 就是我们这个相识 那这个阿赖耶识呢 他只要 其实不管阿赖耶识还是第七世 只要我们一念无明开始 这第七世呢 他就去执持第八世的见分 还记得吗 然后呢 他执持了第八世的见分 那跟第八世一起 跟到第八世一起生起来 那这个就是第七世的 巨生我执 第七世的巨生我执 他执的是第八世的 见分 这是巨生我执 从来没有断过 第七世从来没有断过这个巨生我执 那 他没有对外 他就是 完全是看着第八世生起的 完全看着第八世生起的 那第六世的巨生我执是怎么来的 他是怎么来的 其实只要 只要是事都是我们一念无明开始的 就是 第七世第六世我们讲第六世其实 他 能够 记得上辈子吗 不行 那第七世呢 其实他不管在哪里 他只有八而已 他就是八而已 那第六世他没有办法知道 过去 那他的巨生我执是什么 第七世的巨生我执他就从过去无始以来啊 就存在嘛 刚有讲是不是过去无始以来就存在 他只要跟着八但是八是什么 去后来先做主攻啊 就他们两个在跑啊 有没有 那第六世呢就是 我们 只要第六世一动 我们就能够去了别 记得吗第八世我们叫他就是什么 了别前六世 前六世 就是了别 那 只要能够了别 那你就会开始什么 会造作一些业啊等等的 你只要第六世一动 你就无缘所生嘛 记得吗我们有讲无缘所生 他只要一生起就是开始了别 开始了别 他什么时候不了别 五位暂停的时候嘛 五位暂停的时候 所以第六世他只要 只要一动他就开始了别 所以第六世他了别的是什么 我们第六世了别是靠谁 靠谁去了别 前五五世嘛 对不对 所以他了别的是什么 我们的外界的根深 还有气界 就是现行的部分 现行的部分 第八世现行的部分 那第七世他了别的是什么 第八世的见分 所以 这两个 第六世跟第七世 与生俱来的 我执跟法执 那 分别呢 分别的我法二子他算是比较单纯 就是 观念上的问题而已 我们这辈子 出生之后 被教的 或我们学的 这都是观念上的问题 好 要转观念是不是比较容易 我知道 可以 不可以 那 这个可以去做 不能去做 我观念上都知道 但是呢巨森他就是什么 经验上的问题了 是指经验 经验的东西比较难 比较难 他只要 只要是经验的 他已经很深刻的种下去了 而且种下去之后会怎么样 从今生再带到来生 那你的今生从哪里来 从过去生来 那比如说 我记得我之前 曾经在 我们的 冬初领过执事 好 那我回来之后呢 就是 你的法师们在喝咖啡 然后其实我就是 就不会跟着去喝 那就有法师问我说 你不是从 从那个美国回来 你为什么不喝咖啡 我就想说 喝咖啡跟美国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他们观念当中就是 美国人就是要喝咖啡 住在美国就是要喝咖啡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 我要喝咖啡 跟我一定要喝咖啡 有什么差别 我只是要喝咖啡 那就是咖啡是好喝的 我知道 那我可以喝 我可以不要喝 那这个是什么 观念上的 可是如果我一定要喝的话 他已经到哪里去了 经验上的 一定要 已经是经验里面的 那就到哪里去了 巨生来了 就到巨生来了 所以这个 分别我法师 跟巨生我法师 其实是障碍我们 障碍我们亲近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虚妄分别 所以他是什么染污的 那我看到说其实 这边看讲到的是第六四跟第七四 可是刚刚我们有讲到 他是从哪里而起的 从第八四的见识相识 而让他们怎么样开始 有了我执跟法执 所以最主要的是 第八四 你想要 想要不再去流转 你就必须去面对 面对你第八四的什么 两污 你要让他清静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正面跟他对决 你要发起 发起这个心 你才能够导向清静 才能够逆转清静 这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 就是要逆转清静 要从什么 分别跟巨生的五法二词 来下手 来下手 那其中 其实最主要是 第六四你一定要先让他清静 那其他的 第七四 第八四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因为他是 在所有八四当中 这个 应该是造作 运作 最明显 而且最活跃的 最活跃的 而且还跨分别跟跨巨生的 我法二词 都在他身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修行 我怎么样让他清静 其实 就是 整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有这些 我们把它分成了 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会是这个 从佛位开始 从前面这边开始 是性子 就是一直 会想一直下来 这是我们修行的地图 修行的地图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讲 我怎么样在当中 我的 分别我二词 是怎么样清静的 那要用什么方法来清静 那就有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维四五位 就要回到维四五位的修正了 第一个讲修行的位阶 第二个是维四五位 第三个是维四所修的方法 好 那其实修行的位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 这个小徒弟呢 就问师傅说 我们修的佛法是大圣还是小圣 如果有人问你 你会怎么讲 他的师傅就跟他说 法无高下 心有大小 所以在修正上 其实 虽然法无高下 心有大小 那我们还是要 不管是高下还是大小 就是修行 才是真正的 你愿意去修行 去度终生才是真的 那我们 先来看一下这个修行的位阶 以我们的 军事佛教 就来讲的话 是修什么 四国阿罗汉 四国阿罗汉 从突国 要七四寿生 然后到二国 斯托汉 然后 一来 叫他一来国 就是还要再来回一次 然后第 第三个是什么 三国阿罗汉 就是不还国 不还国 然后到四国阿罗汉 好 以 小圣事国来讲 到四国阿罗汉就解脱涅槃了 就是很单纯的四个 这是我们在阿罕经里面所以看到的 那在 大圣来讲 大圣来讲 就有多少 有 41位 这是 释教义里面讲的 什么华言金明三十心 十地佛 第 然后有41地 英若金明五十二地 仁王金明五十一位 新光明 金 淡初十地佛果等等 其实这边在讲的就是说 不同的经 他讲出的 就有不同的 这个 修行的 次第 那不管 这个 经论他怎么讲 菩萨位他 有多少位 这个 其实 只要是修行 没有什么 你就像刚刚讲法无高下 心 心有大小 那在我们大圣的修行里面 刚刚那个里面 其实主要就是 华言金讲的就是四十一位 菩萨四十一位 仁王金五十一位 那菩萨 英若本愿金 讲的是五十二位 大佛顶手人愿金是 五十七位 所以其实不同的经 他讲的 修行 目标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怎么样要离谱清净 然后要正的 佛位 所谓正的佛位 那 这是一条 很清楚的道路 很清楚的道路 那在修行的这些卫世里面呢 就是以 卫世来讲 卫世其实你要修行 你可以从 比如说 从 余杰四地论里面 他讲 他讲 有十七地 有十七地 那就是从他的那个 五世身相应地 一直到什么 菩萨地 他有十七地的这个 很完整的修行的过程 如果 呃 大家有兴趣的话 想要 很清楚的 到底这个修行的过程是怎么样 也是可以去看这一段的 他就是 很很详细的 包括说 你你 修行到哪个 位置 然后你遇到什么问题 那遇到这些问题 你怎么样去对峙 他都有写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他都会回到什么 我们的 修行的根本 其实就是什么 三学三会 尤其是余杰四地论里面 他更是把他 完整的 包含在整个修学的这个次第里面 修学的次第里面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维世三十宋里面的 维世的五位说 就简单的 不是 十七地就 就要讲很久了 那我们讲五位就好了 讲五位就好 就是 从最初开始的修学 然后到一直终点 成就佛道 他把它分成了 五个 五个大的阶段 五个大的阶段 那五个大的阶段呢 叫做 为世五位 成为圣论里面讲的为世五位 第1个是资良位 就是修大圣的顺解脱分 大家先 先看这边旁边的 旁边的 这个图 旁边的这个图 那主要是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三大阿僧祈节 跟三种顺分 跟三种顺分 如果说我们从 开始 发心 要学佛 成就佛道 要经过什么 三大阿僧祈节 对不对 大家都有听过吧 三大阿僧祈节 三大阿僧祈节 那这三大阿僧祈节呢 是多久啊 听到三 听到大就觉得 应该是很久 可是在为世里面呢 他不觉得 这个三大阿僧祈节 其实 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 时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 但是呢 对为世来讲 那一切什么 为世所限 每个人对时间 其实 感受是不一样的 感受是不一样 所以对为世来讲 对为世来讲 这个 时间 他也是不真实的 所以不真实就是 他不是固定的 每一个人会不一样 比如说对于我们 比较顿根的人来讲 时间就会久一点 那对于 比较利根的来讲 时间就会怎么样 可能就短一点 所以他需要 一定的 一定的 那 跟 这个一定的 以空间来讲就是位阶 那时间就是什么 就是他的进程 所以 他就分成了五个 五个阶段 那这五个阶段又分成了 三个 我们把他讲三种顺分 三种顺分 前面讲 这两位是修大圣顺解过分 其实这顺分三种顺分在 是从 富派的这个 据色论来的 就是他把修行 的性质 修行的性质分成了 三种顺分 三种顺分 那我们到后面的大圣呢 也是 学派 也 延用了这个 三种顺分 三种顺分就是什么 这边顺服分 顺解过分 然后顺 抉择分 三种顺分 那 顺服分是什么 顺服分就是 这个分啊 分就是那个 就是叫做什么 因 种下那个因 种下那个因 就是顺着 修福 福慧 福德 顺服分 人天的福报 福报的这个去做 这个顺服分就是 追求世间的人天福报 世间的人天福报而言 叫做顺服分 比如说 有一些人 他修五戒十善 修五戒十善 是希望怎样 这辈子太苦了 我希望下辈子呢 我修五戒十善 下辈子好一点 那我不要去剁三道 不要去剁三二道 这个就是什么 世间法 所以顺服分的 还在世间法里面 还在世间法里面 所以你看他这还在我们这条线外面 那这是指哪一些人啊 第一个 就是我们凡夫啊 凡夫这个 对于修行还没有真正的起信心 还没有真正的 起好药的心 那 那还是在做的都是人天福报的事 那这个就是顺服分 那还有一种就是什么 外道 外道他也不是寻求解脱的 这都是在顺服分的范围里面 那当你 当你准备 这个顺着解脱 这一条道路去走 那你就 开始进入这个顺服分 顺服分 那这个顺服分就是你已经开始真的要学佛了 那这个 你想要学佛的 这个心 这个好药 已经升职在你的心中 你有对他有信心 那不想再去什么 追求这些顺服分的人天福报 你想要出离 想要解脱 以大圣来讲 是什么 就想要解脱成佛 然后以小圣来讲就是 处理 那 大圣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所以 发的菩提心还要想要 证悟 成就佛道 这才是真正的就是 叫做顺觉者分 顺 顺 顺解脱分 那顺解脱分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散心的在 在修行 还是散心的在修行 因为这当中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要学习很多东西 要在那个什么文师修当中 去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把这些 修学的东西更生蒂固的 把它建立下来 当你能够 很清楚的 把这些佛法的 修学很清楚的 放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什么 顺觉者分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 这个顺觉者是觉着什么 觉得 我要修行的 我 真正的下去修行 那这时候就要到什么 子官当中去学 这当中要修子官 修完子官之后 加行位之后你就怎么样 才能够 到通达位 才能够通达位 那这个是 所谓的 五种顺分 跟三大阿僧启节 五种顺分跟三大阿僧启节 所以 伪式五位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 五个 式帝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 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三种的 三种的修行的性质 三种修行的顺质 叫做三种顺分 这是为式五位 要先跟大家讲的 然后呢 到底怎么样去修为式 为式所修的法到底是什么 里面就讲到 为式成为式论里面 云和剑刺误入为式 云和剑刺误入为式 就是你对于 诸菩萨 对于为式向 还有为式 对于是向是性 在资良位中能生性解 在佳行位中能见浮处 所取能取引发正见 在通达位中要如实通达 修习位中要 如所见理 硕硕 修习 不断 出障 到究竟为 出离恶障 功德 然后智慧 增达圆明 能尽未来 计划诛导有情 附令附入为式向性 那这个是 告诉我们怎么样 去修 怎么样去修 为式性 这是一个 在 五个修行的次第当中 你应该怎么样修行 那我们来看 看这个 我们刚有讲 顺服分 顺解脱分 在第1阿森期节是资良位 第2阿森期节是 正悟开始 转翻成圣 第3阿森期节是八地开始 八地的时候你已经是 无身法忍 就进位了 那我们来看第1个 第1个 资良位的时候 你要 叫做 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 你必须 对于修行 要能生性解 人生性解 你能生什么性解 人生什么样的性解 刚刚有讲 就是你要发菩提心 然后对于 你所要学的 这些 为式性 你开始去思考 然后实际的去做 目的就是要 让你 对 佛法 有信心 其实这一个资良位 全部都在建立信心的 你看 时信 时助 行 时回向 其实 总设起来 都是在建设 都是在建立你的信心的 然后去累积你的资良 资良位 很明白的 看就知道是在 叫我们怎么样 要累积资良 累积资良 那累积之后来 第2个 来看 到家行为 到家行为 就是到顺解脱分 就是你要 更加的努力用功 尤其是怎么样 要扶除 见扶除 所取能取 把目的是怎么样 要扶除所取能取 然后你也能够 等你引发证件 你也能够 扶除所取能取之后 你就能够怎么样 如不识通达就见到了 那见到时候 你就开始修学 修学什么 把之前所修习的东西 然后不断的 塑塑 修习 塑塑就是不断的 去修习 去累积 再不断的更清楚 你才能够 浮断于藏 这边呢 就是 浮除 所取能取 这边就是要 浮断了 浮断了 然后呢 你才能够 真正的 到后面 这10地的修行之后 能够 出藏 出藏到什么 到旧境位 到旧境位 那这是整个 为四五位的修行 其实他有一个重点 就是 发心 如果你没有发心 没有发菩提心 还在五届十三的时候 都不算数 都不算数 所以你看第阿僧期节 是从你怎么 相信你愿意修学之后 才开始第阿僧期节 好 其实修五届十三 我们 实际的想一想 其实就是让我们 心情好过一点 有时候你想一想 就是让你觉得说 我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别人 这个就是什么 我在顺福分 我根本还没有 进入这个三大阿僧期节 都还没 你根本都还没开始休息 等到你真的 发菩提心 你才真的 没有在这个顺福分里面 其实我们都还在这里绕 这时间实在是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都是世间 跟解脱 跟处理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 八菩提心开始 那包括这个顺解脱分 你看 前面这个都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了 然后第阿僧期节的时间其实 是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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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不知道修行的时间都那么长 那你知道修行的 那时间就更长了 那真正的 见到以后 才是修行的开始 我们现在根本都还没开始 你这只是你发菩提心 发人心要去学 那真正见到 你到通达位 通达就是见到的意思 这时候你才真的是登地 什么登地 登地菩萨 登地之后 那一到七 包括一到七 看有这个 对对对 这好了 看这个比较清楚 一到七 出地 出地的 入心 入心 就每一地呢 都有 出心 这应该是 出 住心 入心 然后住心出心都有 然后 入心的时候就是 你正果 见到 所以叫欢喜地 然后到后面一到七地的时候 其实才是什么 在修行 是第二阿僧期节 第二阿僧期节 那 到了第八地 到了第 第八地 就是你已经是什么 无身法人 无身法人 从这边 你还要继续什么 无身法人是什么 是不动的 那你修行是自然而然的 这边还有什么 有相有公用行 前面还是有相有公用行 到七地是无相有公用行 到八地是无相无公用行 就是你已经不用刻意的要去照做要去修行的 你已经真正的 看到 原诚实性的 你不用再去分别就刻意的要回来 原诚实性就是像什么 你已经开车 开得很顺了 你不用再去分别说我要踩油吗 我要踩虾车你就很自然的知道 这个就踩下去了 踩刹车踩油 你根本不用再去照做很自然的就上路了 那你就看到那个原诚实像 那通达位呢 是你第一次看到 看到之后其实他是会消失 他是会消失 然后你必须很用心的去照做 看到了一些现象 看到这些 一他起 你能够 还要很照做很留意的 去清楚说他叫做什么 骗记子 你要把他转回来原诚实 所以 这里 这里 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开始 真是不容易 这边 风在顺福分就很难了 然后到资良未来 顺解脱分 然后顺觉则分 这边 还要做什么 还要有 各地一地地将来下来 但是呢 这些都是值得的 你会很清楚 等下我们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怎么样分分断 怎么样分分去断 刚刚我们讲的 所谓的 巨生我子 然后你怎么样分分去断这些分别 然后再来 到了第八地开始 才是真正的 我们讲 庄严佛土 成熟众生 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那我们就 依次的 这是修行的位阶 修行的位阶 好 到这边 我们还没开始讲 为四五位 还没开始进入 那个为四五位的 修行 只是 知道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要走 这一条路可以走 他是很清楚明白的 有次第的 到这边可以吗 还可以吧 大家都还在 还在的就 我们就继续努力 然后这个有点累的就站起来走一走 没关系 就站起来走一走 修学为四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自己 我们身团这边有法师 就是 我们有一个 读书会 就是专门读 为四的 从大概2019年 2019年初就开始了 就是有人有人问我说 这为四 名像这么多法师 你讲的 我有一些 听得懂 有一些根本听都没听过 其实很自然 像我们学了那么久 听过都会把他糊在一起 何况是没听过的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那你怎么去学呢 我们 我们的方式是很土的啦 就是 除了读书会之外 其实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快散 就是每天 把那个比如说师傅的书 一些相关为师的书就拿来读 每天读30分钟 就真的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读 那读一段就哎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常常我们都会把很多问题就是像刚刚那个全部糊在一起 然后呢就 会去问老师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幸运的就是 我们有 很好 这是就是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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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好的靠山 有很好的老师可以问 所以 我们在学习上就有问题 就去问老师 其实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一个问题老师甚至于会在 课程当中两个小时的课程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为我们解答 你知道吗 解答了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还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可是呢 之后你再慢慢在学的时候你就会 原来是这个样子老师当时讲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 学习为师真的不要急 要慢慢的来 然后一直听不懂 就听两次 听三次 那我们一直读到现在 说实话我们都还在学 什么解身秘经也听过了 那一些什么 摄大圣论也听 什么都听 然后听完之后呢就老大有比较清楚一点 那遇到问题还是一样 有时候还是会把它糊在一起 所以这都是一个过程 都是继续在学 其实学佛有一个好处就是真的就是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 然后去实践 用在生活当地去看清楚自己到底执取的是什么 执取的是什么 这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第2 3 4 5 这5位 那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来 进入 4 5位的修行 那第1个是什么 资良位 资良位 资良位就 像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在累积资良的 累积资良的 那 在 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出资良位 其向云格 那在三十宗里面就讲到 乃自为其事 求助为事性 真胜异性 与恶取 随眠 又未能 不灭 那 论曰 从 发 深入大菩提心 乃自为 起 顺觉则事 这刚刚我们都有讲过对不对 现在听起来就很清楚了 发 深入大菩提心 乃自为 起 顺觉则事 求助为事 真 胜 意性 然后 其此皆是 资良位所舍 未去 无上正等菩提 修习种种 胜之良故 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未有情故 勤求解脱 此意名顺解脱分 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 要发 大菩提心 要发大菩提心 而且 这大菩提心 你想要 修行 这个心 是未有情故 未有情故 所以你 勤求解脱 不是只是为自己而已 在这个资良位的菩萨 那 一应 善有 作义 资良 四种 胜利 之故 于为事 亦 虽生性 解 而未能了达 能所取空 多 住 外门 修菩萨行 不于能所恶取 所以 随眠 又未能 不灭 功力 定 不起 能所恶取 自现 行 这一段 应该也可以理解吧 就是 在我们在修这个 资良位的时候 要依什么 四种胜利 因善有作义资良 四种胜利 然后呢 虽然对于为事 我们在 修学 就是要 正的为事性 为事空性 虽然 对于为事 亦还没有办法很 很深刻的去 信解 这个 信解 是什么意思 信解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修学佛法里面 信是很重要的 信为无上菩提本 有没有 你必须去 你一定要有信心 一个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相信 你才能够真实的去走下去 你才能够真正的愿意去了解他 愿意去学习他 这边呢 未能达能取所取空 所以还在门外 还在门外 有没有看到 还在门外 那还在门外修菩萨行 所以呢 其实能取所取的 只有怎么样 随眠 还没有能够扶住 扶灭他 还没有 能够扶灭他 那再来就是 于恶取言 显恶取取 然后子取能取信故 这边就是 恶取其器名随眠 随主有情 眠服常识 获取真过 不明 随眠 就是你这些能取所识的种子 结果 是放在哪里了 在常识里面就是第八识 这些种子 那 在我们的第八识里面 睡觉了 那所谓的这些恶取是什么 所知 障烦恼 障菩提 然后烦恼是什么 障涅磐 这些种子 这是讲到 什么是资粮味 资粮味做些什么 资粮味做些什么 那我们来看 所谓先讲这个资胜利 资胜利 它是什么 因善有作义之良 那这里 你这边呢 因善有作义之良 你才能够 对于维师尼能够生性结 来 因作义 因善有作义之良 在这边其实是还在散心修 还在散心修 那这个因是什么 在我们的这个 前面讲过八识规矩中有讲 无功用行 我横吹 其实就是要去吹什么 这四种 四种胜利怎么样 督促着我们去修行 那 第一个 就是 英利 英利 其实就是 多文 熏奇 多文熏奇 就是听经文法的意思 那这四个其实听起来很像我们那个 式正行 式正行 就是清清善事 听文正 听文正法 如理修行 然后法随法行 首先讲的是这个因 多文熏 因就是什么 多文熏奇 不断的熏奇 其实 最主要是 种下什么 大圣的 菩提种性 大圣的菩提种性 那从听经文法当中 多种一些清净的种子 然后新到阿赖耶识里面 成为修行的主因跟动力 修行的主因跟动力 然后 不断不断的熏奇 然后他才能够怎么样 进化阿赖耶识去转世成智 那 所以将这个因 我们叫他多文熏奇 称为因力 就是发大圣心 然后 根深蒂固的种下这个 菩萨的种性 那再来是什么 善有 善有 这个善有力 善有我们一般会叫做是什么 如果 这个式正行为 其实就是 清净善事 清净善知识 这个有 善有就是善知识 生命有没有善知识 有吧 应该不会没有 这个 最圆满的善知识是谁 我们没有办法清净到 就是佛 就是佛 那佛不在当然 还有很多的修行者 发大圣心的 修行的菩萨 我们可以跟着他去学习 所以呢 其实在经典里面 我们会看到说 比如说那个 我们看那个 我们看那个什么法华经好了 其他经也是有 就是受祭的时候 都会说 这个人要多少时间供养多少佛 有没有 然后后面他会怎么样成就佛 所以其实这当中就是 要 发 发大菩提心 然后要 供养 清净 这个无量诸佛 你才能够怎么样 慢慢的 成就 菩提 慢慢的成就 菩提 然后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 座义 这个座义 座义也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我们讲这个善友 其实我觉得善友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我们的善知识之外 其实同餐 同餐道友也是我们的善友 也是我们的善友 有时候我们懈怠的时候 就会 看到别人很精进 然后就会觉得 你应该要跟着精进 像师傅就讲 共修 虽然我们现在 陆续的 有实体的共修 有开放 其实有应该还是要去参加 当你懈怠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打瞌睡 你就看到别人怎么用功 你就会觉得 我也可以 我也应该要这样 其实也是善友的力量 也是善友的力量 那再来就是 座义 座义就是 也叫做 圣洁力 对佛法 你有深刻的 理解 你的体验 产生坚固的信心 产生坚固的信心 其实这个都是要透过什么 透过不断的讯息 而且 最主要的是 说实话 学习 学习佛法 你要真的愿意花时间 要愿意花时间 包括说 虽然我们说这些文字啊 他可能会是一个障碍 但是你要把它当做工具 当做工具 要花时间去学习 可能 可能你听不懂的 可能你听不懂的 看不懂的 要花时间去思考 然后思考之后 文师嘛 你要透过你自己 文师是 是义嘛 然后你要透过你的 身口 去学习 比如说你去跟人家分享 就像说 其实我 我自己虽然 这个在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也是在学习 我也继续在学习 那在跟大家分享当中 我会知道 我自己哪里需要再加强 哪边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会回来做什么 我会再倾尽我的善知识 去请问我的善知识 我这样子的回答 这样子的说明 哪里有什么问题 甚至有时候我要讲之前 我都要先跟我的老师 去确认说 我这样子讲 有没有错 会不会误导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循环 你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去实践 去印证 然后 你才能够 在生活当中 你遇到 不管是什么 顺利的因缘 或者是说 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其实 他都不会动摇你的信心 他都不会动摇你的信心 这才是 才是这个所谓的 作意力 就是 不断的 去训习 然后去思考 你才可能 然后 有那个动力 去知道 要怎么做 然后真的去做了 真的去做了 你才能够 有体验 有经验 有体悟 你还要往前的那个动力 才有 所以我们讲 第三是什么 作意力 就是你要去圣洁 你要能够 继续去 体验 去实践 然后第四个 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资良 这会都会成为你的资良 资良就是认词利用 然后我们把他叫资良你要从哪边去做 除了前面我们讲的 就是你要多闻讯息 因就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什么善游 作意 其实这当中你在实践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六度四射的 实践 其实有很多的根本佛教的这些修行 都是我们大僧佛教的基础 都是大僧佛教的基础 你要从这个 六度 四射的实践当中 深深适适的不断的去累积 如果你没有去实践六度四射 你没有办法去 验证你所学的这些东西 到底 在学什么 对你有没有帮助 你有没有办法在面对的境界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所学的东西用上来 用上来 那不断的去做 不断的去累积 这就是资量力 资量力 那 这四例呢 其实 我们刚刚讲就是相当于阿罕里面的这个事欲留置 就是所谓的事 正行 那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还是要强调 虽然说 现在 资讯很发达 我们很容易就是上网 你就可以 听经文法 当然 透过这些网络你也可以布施供养 但是呢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 接受善知识的指导 然后跟着善知识去学习 然后也没有办法有同参道友一起去切磋琢磨 那这样子呢 你这四例这四胜利的学习 就会有限 就会有限 你没有办法再往前 所以如果说 时间 应允 能够许可 道场也开放 可以让我们去参与试迹的 试体的修行 还是参与义工 这些六度试色 的实践 就是你都要去做的 不管你今天 是不是要学为试 要去证得为试性 去看到为试性的空性 任何的 佛法的修学 其实 目标都是一样的 目标都是一样的 那这是 这边讲到的 试胜利 试胜利 那这边讲到说 这个恶曲所饮水眠 这边有一个就是 其实 我们在还没有通达 这个恶曲 接空的道理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 辅什么 我们所谓的 六七四当中的 聚生我持 所以 我们说布施是这个 布施 瓷戒 这些六度万行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从事项上去修 你修了以后如果你不去执着 那才是怎么样 我们所谓的三轮提空 所以从事项上去学习力 去学习力 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你还就是这么围住 围住外门 刚刚那个有讲到围住这个 多住外门 多住外门 就是你还在执着你所做的这些 并不是因为 我不要执着 所以我就不去做了 而是你做了之后你要能够不去执着 好 这个要弄清楚 这个要弄清楚 那所谓的这边有没有 我们讲到就是说 福啊 灭啊 水眠 福其实就是 暂时的辅助 暂时的辅助 不让他升起 那灭呢 才是能够怎么样 真正的不生 有为有能 不灭功力 这是很重要的 那水眠呢就是 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种子 这些种子 带给我们的这些喜气 他只是暂时在哪里 放在 这个阿赖耶事当中 所以这边叫做是 水眠 然后呢就是这个水煮有情 常在生死 或生死也是这个来的 也是这个来的 那这边有一个 这个 看一下 在修学这些质量位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 我们经常会怎么样 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 就会 退薪 就会退薪 所以呢 其实 这 论点里面跟我们讲 你要防止 在这个质量位 其实他是很辛苦的 那你要防止 他退失 有 三种退失 那你怎样去对峙 你如何的去对峙 第一个就是 你讲 这边讲到说 我们在这两位中 二章虽未浮出 修圣行时有三种退区 何能以三世磨念其心 于修正 所修 永梦不退 他能够帮助 我们怎么样 继续的去累积这些质量 第一个是 文无上证的 无体广大声援 这个修行太难了 怎么样 我不要修了太难了 这么久 算了 就是伸广退 我们叫他伸广退 那遇到这个状况 你怎么办 你叫什么 你想到说 这些诸佛菩萨他们都办到了 那我怎么样 我要跟着他们去做 那第二个就是 修这些波罗蜜 这个修菩萨道太难了 这修菩萨道太难了 也想要退心 那怎么办 这是修 难修退 就起了退心 因为太难了 就起了退心 那你就要怎么样 这个想到说 自己 这个 应念菩萨道 这个 难行 能行 你要是要难行 能行 难能能能 磨练自己 自己愿意去做 要磨练自己 那第三个是什么 正难破 难正退 就是 要修 修这些正果中的 说我没有办法 三大阿神奇 节要累积之良 这个太难了 所以呢 怎么样 就退心了 那这里的 我们刚刚讲的 从山道友 就很重要的 从山道友 看到佛 看到菩萨 然后 就从山道友 你看别人也还在用功啊 我当然也要继续用功 所以 这些祖师大德 都很清楚我们的状况 因为他们走过这一条路 所以 预防我们会产生这三种退区 三种退区 就告诉我们遇到的状况 你要怎么样去做 这个是 第一个资良位 那第二个是什么 四加行四善根 就叫四善根 这边就是讲到那个 沿着俱色论的 暖壁之涅槃 顶中不断散 忍不堕恶去 低入 敌生 我们对于修行已经很有信心了 那 很肯定的 我知道 什么叫做解脱 那我也知道 我是能够这样子去做的 那 要 真正的 自己很有把握 想要去做 就有这 四加行 四加行的 这个修行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呢 就是 有没有人是已经很确认 你有没有认识你的朋友 我们身边的人当中 有谁是已经很确定 就是修行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这样子去做 你们身边有没有知道这样的人 其实不多 我们所认识的不多 当然这个佛 释迦摩尼佛 这西达多太子 那当然是不用说了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有些 那我们的祖师大德当然 他们是走过这条路 那这边的所谓暖必是涅槃 就是说 这暖其实就是 比喻是那个火啊光啊 就是我们的智慧的意思 那像这个像什么 经典里面都讲他是 砖木取火 好像开始那个 有一点生机了 那 这个时候呢 你去轮回了 不久也是会震得涅槃 那顶中不断散 就是你已经 这个爬呀爬呀爬到山顶了 在那边看风景 把这些修行都看得清楚 那即使呢 你没有证得圣果 你也不会去什么 去轮回 也不会断散根 那 忍不断恶去 就是 你到了这个忍的阶段 忍其实就是认可的意思 就是接受 你也不会到恶去去了 也不会到恶去去了 那 第一呢 入离生 就是 离生就是 他的全名叫正性离生 就是见到的意思 见到的意思 那就是其实就是一刹那而已 一刹那而已 马上呢进入什么 初世间道 就是在修行当中的 这个 第一 世间 世第一法 一刹那 你就进入了 那这是四加行 软顶忍世第一 叫四加行 那这边怎么修呢 这边怎么修 就是 最主要前面呢 前面我们是在 资粮修福 那这边就开始 修 定 慧 那这边讲说 现前历扫物 为事为事性 以忧所得物 非智为事性 非识 为事 先在前面呢 出入肃解 善被辅得 智慧之良 俊解脱分 既愿满以 未入见到 助为事性 所以 目的呢 是为了要见到 这个家 家行为目的 是要见到 复修 家行 服处 刚刚我们讲什么 服 灭 有的定义 他要服处恶曲 修什么法 修这四个法 然后叫做 顺觉则分 好 那 禁见到故 地 家行 因为他已经 快要见到了 所以呢 就叫家行为 然后呢 这四法 是家行 依事寻思 事如实至 出后 未立 事寻思就是什么 明义之性差别 然后 如实骗之此事 离世即是非有 明如实至 明义相义 故 别寻求恶 明义恶 自性相顾 自性差别相同 顾何常 思察 思察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 前面这边比较容易懂 后面这个事寻思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修法 就是你要去 这个 修 明 明 义 自性 然后呢 等一下 是这样 明的自性 然后明的差别 义的自性 义的差别 你修明寻思的时候 就明寻思 的如实次 义 义寻思的时候就 有 经典里有讲 是 大摇圣经典不同 然后是 寻思所影的如实次 还有自性影的如实次 还有差别影的 如实次 先来讲什么是明 明就是 明言 我们所谓的 明言 语言 这些 然后呢 就是名称 简单来讲 就是名称 义呢 就是我们的境界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我的语言 所要指的那个东西 然后自性呢 就是它的特性 是什么 然后 明的特性 义的特性 然后差别呢 就是不同 差别就是不同 那我们开始 明寻思观就是 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先不要管他那个名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这个笔好了 这个笔 你看到 你看到桌子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想 他是一 你看到什么 看到笔 你不要去想他是一支笔 笔是笔 笔 笔在 在 英文叫什么 在国语 我们中文叫什么 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都是在讲这个 那 你在 看的时候呢 其实 你就知道说 那个名 这个名 因为他 在不同的地方 他有不同的称呼 那 是因为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东西 所以他的名字才会起来 对不对 他的名字才会起来 那 你会把名言 他的名字跟这个东西会连在一起 可是你想想看 他在不同的地方他就会不同的 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名 名啊 看到名就是 这个笔就是笔 那你不要去想到说 这个笔是怎么来的 只是单纯的去看那个笔就好了 那 这个笔 为什么我们会对他起分别呢 其实是谁在分别他 我们讲 了别是谁 第六四 对不对 第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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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 这也是什么 我们的心事所变出来的 变出了这个笔 的这个 语言 也是我们的 心事所变出来的 那我们把那个笔 跟 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 我们会把他怎么样 混在一起 概念上会把他一样的 会把他混在一起 那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因为 如果这个是这笔 那我把他拿来当什么 这个我可以把他拿来当什么 像我 我经常就把他拿来 把一些比如说东西把他夹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 然后我就会说我怕他闪开来 我就把他夹着 他就变成什么 夹子 对不对 所以你讲笔 你讲的笔跟我讲的夹子是同一个东西吗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是 但是 他是笔是夹子 都是怎么样 我去分别他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名言跟这个东西把他怎么样 完全混在一起 那我说他是夹子你说他是笔 那我可能就 不是啊 他就是一支笔 他就是夹子 这当中就会产生什么 情绪的作用 就是情绪的作用 那 呃 其实 我们要很清楚了 这边当然在直观当中修 你要把这个什么 名称就是名称跟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名的 名寻师 就是要分开来 那再来第2个字 名称是讲完了 那义寻师就是 这个东西 你 你只要 去知道 他就是这个东西 笔就是笔 他就是一个像就好了 你要把那个名跟义分开来 那义不是名 名不是义就是 笔 笔不是笔 然后 夹子 跟笔 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其实单纯就是指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他出现的时候 你只要看到他所显现的像就好了 显现的像就好了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然后 其实这个像也是怎么样 我的心事 所分别出来的 也是分心事所分别出来的 那其实我们无极的就是被降费熏息的 又是什么 义的寻师 义的寻师 然后再来 这个 分别 自信跟分别 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笔 你不要去定义他 你就看到他的这个 他的独特的自信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很单纯 那你不要再去分别说这是 比如说我刚刚讲是笔 是夹子 或者 这是一支蓝笔 或者是 红笔 都是怎么样 比较而来的 都是比较而来 已经没有他的自信了 所以你要看的是他的自信 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 你看他的名字 然后看他的意 他的东西 所以你仔细的去观察 其实 我们所谓这些 名义自信 差别 都是比较而来的 都是比较而来的 那为事的修行的核心就是这个 为事的修行的核心就是这个 明义自信差别这些都是我们比较而来的 这些比较而来的东西 都是 因缘合合的 都是依他起的 你必须怎么样 看到他的 自信他的差别 都是这样子产生的 那我们的 骗迹所持也是这样子来的 也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四加行的修行 四巡师的修行就是这样 那四巡师的修行他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他主要是正为事无意 那第1个我们讲暖 在修行暖的时候你得的是什么 我们讲他要在定中修 你得到的是明德定 是下品四巡师 这边暖顶其实都是在修 索取空 索取空 然后顶的话是明真定 那这是下品的四巡师观 暖是怎么样 你修了你的已经开始 很清楚的知道 感觉为事无意 然后后面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明真定 你肯定了 你已经到达了顶点 观所取空 这是上品四巡之观 然后到人的时候修了什么 印顺定 他是什么 印前顺后 印前顺后 修的是下品的如实至关 他有分成三个 上中下人 前面是什么 印前面的所取空 然后顺能取空 然后呢 印能取空 顺能取空 印能取空 所以到后面是 第一的时候就无坚定 刹那间你印 双印二空 双印二取空 那这个是修四加行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 修正 你都在修些什么 那其实 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 从我们的 前面的思维听闻到后面 知道依他起 然后修事寻思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加行 就是 前面的这些资良位之后 最后 你完全知道说你要修为事无益 你要正为事无益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其实这个四个时间是很短的 是很短的 你看他这个 先 观所取空 印所取空 顺所取空 印能取空 最后双运二空 那 这是加行位的修行 加行位的修行 加行位之后呢 就要见到了 就要 从 就到圣道来的 那他里面呢 就是通达位 通达位 距离能取所取相顾 能取 能所取相 据事分别 有所得心 即是戏论 知显现故 他很清楚的到了这个 通达位 不取种种戏论 正真如智 真如平等 平等 我们来看这是怎么修 就我们前面 已经到了四滴 双印二取空 之后 你根本就是怎么样 你二取空都舍掉 那真见道 性根本字 根本无分 根本字也叫根本无分别字 就刹那当中 你二取空之后 就入出地 那就无肉的 根本字 然后你清原的是真如 后面的 这个叫做一心真见道 他会分成这个 一心真见道 还有是什么 第二个真见道 第二个是向见道 就是你 出定这个事还在定中 然后你出定之后 你就会想说 我之前 修的这个 根本字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那你会在模仿前面的 真见道的状况 然后 离 离真见道的根本字之后 你正后得字 他这个后得字叫做 无分别后字 那里面呢 叫做三心 向见道 就有三个 内情有情假 外情诸法假 偏一切有情诸法假 叫做三心真见道 然后 再来一个是 观 四第十六心 叫十六心向见道 所以 他的修行是什么 一心真见道 然后三心向见道 然后十六心向见道 这里头最主要是什么 第六是观法成的什么 庙观察字 然后第七是 这个 平等性字 这当中你的那个什么 已经开始在转式成字了 第六是跟第七是已经开始在转 已经开始在转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这个就通达位 其实这个是很快的 刹那间的 很快的 很快的 然后 他的方法 定中见道跟日常的运作 定中就是真见道 互为事性 一心真见道 根本质 日常运作 就是向见道 互为事性 三心向见道 厚德词 然后十六心向见道 见空性 日常的运作 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去运作 然后再来 这个根本日跟后的这个差别 就先不讲了 再来是休息位 见道之后才是真正的 要开始修行 那 他的 位置是从初地 到实地的 初入 初 初 新入 金刚御定 实地初新入金刚御定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 从前面的 因为见到了 所以要断除 所有的这些余障 然后要学习五分别词 这当中就是会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然后你不断地修行之后才会 舍恶 出众 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跟琐事恶障的出众 然后呢 你才能够怎么样 得到转移 转移就是 正果 正果 那我们来看这边怎么修 其实 这边有一句 就是 在实地断食这样正食真如 所以每一地有他修行的 这个 你主要修行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你必须每一地你都要破掉一个障碍 破掉一个障碍 这个十真如 这个真如你不要想说真如为什么会有十个 真如没有十个 而是 你不断的经过这实地的修行 你的真如会 更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这个就像那个 对月亮 月亮其实他就是一个月亮 可是呢 他会怎么样 初一十五 这中间会什么 上旋月下旋月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看到清楚一个满月 其实就是 但是还是那个月亮 这就是十个真如 那这个是 于十地断食杖 而正食真如 这怎么断呢 可以在师父的书里面 会有讲到 就八十九页跟一百二十二页 那本叫做 八四规矩宋 那叫什么 认识世界吗 对 好 然后 这当中其实 布施词界这个六波罗蜜我们清楚 那他十圣行 十地十圣行 就加上方便善巧 愿立志 这叫做十波罗蜜 这是修席位的修行 这当中 所断葬会有所不同 会有所不同 那最后呢 在哪里修正 金刚预定 金刚预定 就是 这当中是把 巨森的 还有巨森的所施葬 还有什么 烦恼葬的种子 然后在现前要把它断掉 你才能够怎么样 正如来地 那再来就是就近位了 就近位这个就 就圆满了 猪肉涌尽 这是我们很经常听到的 成就正 正等无上菩提 就就近妙诀了 这个就是 所谓的 就近位 那你成就佛果会有三僧吗 会有三僧 那在成为事论里面 他这边所讲的 跟我们平常讲的 佛的三僧 其实 佛 佛僧从二僧三僧 其实经过时间 还有经过 其实他讲的是不一样 那这个是称为事论特别讲的 就有一个自信生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法性生 那还有受用生有分自受用跟他受用 自受用就是佛 他自己 这个自己所受用的这个法乐 然后他受用是什么 为实地诸菩萨 献大神通 所以 要是 对这个实地诸菩萨 所说法 然后变化生是对谁 对于我们这些未登地的 然后诸菩萨二僧一僧就是所谓的有情众生 应激说法 这是 成为事论里面 特别值得三僧 三僧自信生受用生 受用生还跟自受用跟他受用会变化生 就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 讲到巴士的逆转清静 巴士的逆转清静 我们可以从巴士规矩从后面的这一段来 来看 前面讲了之后应该这边来 来 看就比较清楚了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前五是 前五是 转成成所作制 那 为什么叫成所作制 就是他必须借我们的外面的什么 身啊口啊 三叶 身口也三叶 来利益十方一切众生 第六是叫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是什么 他能够很清楚的认知 众生跟世间的一切的现象 然后应激不同的去说法 这是妙观察制 那再来是 平等性制 第七是他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嘛 他就是他只 只看谁 只看第八是 那 他转世成次之后就不会再去执着第八是 能够平等的对待众生 升起大悲心普度一切众生 那再来是大元禁制 这是清净无肉的阿赖也是 叫做什么阿陀纳是记得吗 我们有那个表 他永远的成就众生 好像一念清澈的大禁制 所以叫大元禁制 叫大元禁制 那我们刚刚把这三生 跟这个是 刚刚的三生跟这四字配在一起 就五六四就是什么 因为他要度众生嘛 就化身 那平等性制他要 平等的去看待众生的暴生 然后还有法身 这边有一个表 五六四 成所做之妙观察制化身 然后第七四是平等性制 暴生 第八四就是大元禁制 这是那个法身 法身 好 那这个是 好 然后再来 我们有讲到 这个表是我们应该是第一天的时候 第二天就跟大家讲过 每一个是一定有跟有成有是 有跟有成他才会怎么样 有跟 有成是才会产生嘛 所以其实八四他都有他的跟成是 那当中呢 他没有层层 层层互扣的关系 层层互扣的关系 比如说 前五四 他的根是什么 第八四里面的根生气节 根层产生是 那 前六四 第六四他什么 就是前五四的 见识放下来的 落下来印象这个法层 跟他第七四是他的根 有没有六七就是根 然后有六与七为根 所以 第七四出现 第六四就出现 然后第七四是八的根 有没有 根层 他也会出现 第八四出现 那第八四里面他的 他的什么 他的根生气节 就会变成第五 前五四的 根层 所以他的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表要让大家看就是 修行的根本处就是断除第七四的遍迹所值 那转 转让转式 层次 这是第 转式 转染层近的切剑是 六七八五 这边讲的就是你 不管你的根根式 你只要根清静 是就清静 那 是要清静 已经是什么 根也要能清静 所以你 是根 是清静根就清静 那这边你看第六四 他要清静是什么 第七四要清静 只要第七四清静 第六四清静 那第七八互为根 七清静八就清静 这个是讲到 根根式的关系 所以你要能够 转染层近之地是什么 六七八五 六七八五 你六不要 被第七所影响 断除 这些遍迹所值 然后呢 我们来看 一下 这个第六 第七的转式层次 在前面这两位的时候 完全没有转式层次的事情 但是到通达位 通达位就见到位的时候 我们讲到说 发起初心关离 关离地 聚生游至现场年 及喜初心平等性 这是第七四 这是第六四 所以 出地入侵的时候 分别我法词 二指一段 然后第六四呢 转成下品的妙观察词 那第七四呢 他就辅助他的聚生我法 然后转成下品的平等性质 所以你转式层次呢 是从哪里开始 从初地 你见到初地入侵就开始了 那这当中你要有向有功用行 一直到第七地 远行地后 然后无功用行 抹横推 这边就是第六四 他修到第八四转为 中品的妙观察词 他断的什么 聚生我词 辅助聚生法词 那第七四呢 他到第七地远行地时候 是怎么样 聚生我词有断 然后转中品的平等性质 那到这边 第七地是有向有功用行 那第八地以后开始来 这边呢 有什么我们讲他说第七 第第七四跟六第六四跟第七四 他开始从下品转 到那个八地 七地远行地后远行地 你开始要远行到什么 到不动地了 就只八地第八地 转成中品 中品的 没有观察词跟中品的平等性质 到最后其实 所有的 都到最后 我们五八都没有讲 对不对 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金刚预定现前 第六四跟第七四就转成什么 聚生第六四刚刚指是什么 我词段对不对 这边聚生法词的永断 他就转成上品 然后第六四就纯净无漏 转成上品的妙观察词 所以 第六跟七是在这边完全 断掉了聚生 然后呢 成就清净的 最上品的 平等性质跟妙观察词 所以我们六祖团经里面有讲到六七因中转 那我们来看这个五八果上元 那六七在转的时候 你看 五跟八呢 你看不动地前才舍长 前面我们有讲 那不动地前才舍长 金刚到后一手空 大元五构同时发普照十方成乍中 变相关空为后的果中有之不全真 原名出发成无漏三类分身其苦人 其实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这里刹那 十地满星在金刚预定线前 刹那间恶障种子断尽 然后第八四转成大元进制 那前五四呢 因为第八四转成大元进制那一刹那 前五就跟着转 转成成所作制 这是整一个 八四转式层次 其实 最主要是从哪里开始 通达位 然后到 就进位 这当中 六七慢慢的转 然后五八是在最后这边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回到最前面 我们今天有讲到 就是目的都是在什么 断掉我们的分别我法二子 还有巨生的我法二子 只有我清楚的去看到我自己的这些 因为一他起产生的骗迹值 然后 说 染污的东西 这些二子 那我在这过程当中 清除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把它怎么样 断除掉 你才可能得为清净 这是所有完整整一个八四转成清净化为四五位的 这个过程 难不难 其实不容易 第一个是 为四不容易懂 八四不容易懂 我们讲为四的是八四 八四不容易懂 为四也不容易懂 然后呢 这个修行的过程更难了 难了之后 你 你还要在 这个 这两位的时候 你就要去怎么样 小心自己有什么 三种的驱退 对不对 这个 成就佛道 好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 可是你要不要去做 其实你就是得去做啊 如果不去做你就是不断的 看到自己在轮回 轮回不是说 我过去生在哪里 我下去生在哪里 你光看到自己现在的 过的日子的样貌 你就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轮回 什么就是 什么叫做轮回 不然我们现在 已经学了这个 回事 你更能够清楚的知道 哦 原来 这就是我的骗记者 我看到自己的骗记者 那我怎么样去断捨 我怎么样去断捨 看到明啊 意啊 自信差别 所以我在生活当中 我就要不断的 去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了我 能够去改变我 愿意去改变我 知道要改变 这个佛法 才是真正的 放在你的心里 种在你的八四天中 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修行有很多的方法 有菩萨问到 用什么来修行 其实任何的修行 只要是佛法的修行 不管你是念佛也好 你观呼吸也好 还有什么忏悔也好 完全都是你的心的问题 完全是你的心的问题 那你修这些目的就是什么 要看到你 要慢慢的把你这些 过去顺着你的种子的习气 去走的这些种子 你要让他怎么样 从福开始慢慢的 灭断 而走向清静 我要灭断可能不容易 但是我看到我自己 扶住了 你只要能够看到自己 起了之后能够扶住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是你已经有在用 已经有在用 这是最重要的 那为师的修行 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到 然后看到我自己的福 我自己的断 我自己的灭 然后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记得 会随时 为什么我们要修行 就是在种 所谓的三根 种下三的种子 种下三的种子 然后让他随时有更多的因缘 你参加共修 然后 去 布施 慈戒 六度 万行 只要你的目的 你很清楚 发起大菩提心 我是要去修正修学 为利益众生的 这些你都不会空过的 你都不会空过的 要给自己制造比较好的场地 其实 你的善的种子 就会能够怎么样 不断不断的 现前 不断不断现前 你可以看到你遇到境界 你可以看到自己可以辅助你的这些 分别聚生的二子 你也可以看到自己 不断种下了善根 怎么样 种子 它发芽现起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我们把这个 基本就是 其实 我们说 启性动念化巴士 那整个过程其实是让大家就是简单的 可以说很简单吗 好像没有很简单 就是 大概的 我们说大概的去了解一下 这个什么叫文士 什么叫巴士 我怎么样的 我怎么样的去随顺了我自己的骗机所值 那我怎么样看到自己的骗机所值 能够 希望大家能够有姻缘一起学习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正得为事情看 好 阿嬷 多佛